大家好,我是唐凤 分享一个好消息 从现在开始由台北市政府建置的台北通 台北PASS将为简讯实联制的使用者提供服务 如果你的电信商不是台湾的五大电信 或者是你的手机门号没有办法发送简讯 导致在过去几天无法顺利的使用简讯实联制的话 那么下载台北通台北PASS 用它来扫1922的QR Code 这个就可以是除了纸笔之外 另外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那如果你本来就可以顺利使用简讯实联制的话 那么我还是建议你维持原本的使用方式 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或者是出入场所的时候 扫码发送简讯到1922 现在扫码工具包含iPhone手机啊 或新版Android手机内建的相机 或者是Google智慧镜头等等都很好用 那如果你用的是台北通台北PASS的话 它透过网络所发送的实联讯息 不会传给你的电信商 而是透过台北市政府来保管28天之后删除 与五大电信商一样 这些讯息是仅供疫调使用 也就是说只有为了疫调人员的需求 机关署才会调阅您的讯息 同时这个调阅过程也将在机关署留下完整的记录 确保使用者的资讯只会在必要的时候 而且是在安全的情境之下被使用 我想感谢每一位简讯实联制的使用者 以及包括台北市政府在内 各个地方政府的响应和支持 大家平安 台湾加油 对了 除此之外 台湾社交距离APP近期之内 也会新增1922简讯实联制的扫码功能 这几天如果收到接触通知的朋友 请依机关署的指导 主动联系当地的卫生单位 或向1922防疫专线回报 由公共卫生人员协助 后续处理